幻象2000在台灣有個別稱 叫做法國貴族 F16與IDF每小時的操作成本分別是16以及25萬 幻象80萬新台幣 我們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可以同時解決成本並加強戰力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重點 購買新戰機已絕後患 日前不久的美國軍火艙訪台期間 據傳美國有意願向台灣兜售美國海軍現役的戰鬥機 FA-18大黃蜂 這項未定的軍售案目的是為了計劃接替我國逐漸老舊的幻象2500戰鬥機 並搶換空軍的作戰能力 目前國防部對這則消息不予以回應 畢竟國防部最想爭取的應該還是F-35 不過如果美國真的不賣F-35給台灣 那這則軍售案就真的非常值得我們去討論了 今天我們這集影片要來聊聊台灣幻象戰機目前的問題 以及FA-18到底適不適合台灣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主力戰機搭配都是高低配 這裡所謂的高低配是戰鬥效能的意思 通常擔任高效能的戰機不外乎具有比低效能機種更大的航程 更大的掛載量以及更加的滯空能力等等 不過這種機型也會衍生出一個大問題 就是它的操作成本較高 舉個例子吧 F-15E為高效能戰鬥機 每小時操作成本大概是21000美金左右 而身為低效能角色的F-16C則是8000美金左右 由此可見差異有多大 當然這一點出為什麼世界上大部分國家要選擇高低配 高低配可以有效的降低成本 且所謂的低並不是真的性能落後 而是兩架飛機比較起來的結果 只要今天兩種飛機各司其職 也是可以達到非常好的戰鬥效率的 同樣的台灣戰機也是採用高低配的配置 高效能戰機就是我們的幻象2500 而低效能則是F-16與IDF 當時國防部會看上幻象2500 就是因為這架飛機擁有高效的4GY能力以及爬升率 可以非常快速的升空與滯空 不過自1997年以來 幻象2000伏役已經過了快26年 且一直都還沒有升級 那這架戰機當初優秀的滯空能力 放到今天還能大顯神威嗎? 首先我們先來聊聊幻象2500的標配武器 也就是雲母飛彈與魔法二型飛彈 雲母飛彈是一款由法國馬特拉公司生產的 主動雷達導引空對空飛彈 分為雷達導引版本跟紅外導引版本 兩款飛彈的最大射程都不超過80公里 而台灣總共購買了960枚雲母 其中紅外版本佔少數 魔法二型則是短程纏鬥飛彈 具有良好抗干擾以及全向鎖定功能 總共購買了460枚 不過這些飛彈買完後也已使用了近24年 日前還爆出飛彈因時間久遠而導致過期、變質 好在後來與法國協商飛彈嚴壽案而得以解決問題 不過如果你有看過我介紹 未來國產武器性能的內部影片的話 你就知道這兩款飛彈其實已經有點跟不上時代了 首先雲母飛彈跟世界上主流的中程空對空飛彈比 射程是真的有點短 射程短會造成作戰長時間處於被動狀態 畢竟敵人可以找些發射飛彈來壓制你 另外如果講纏鬥飛彈的話 魔法二型並不具有大偏角離軸能力 而幻象戰機也不具有頭盔瞄準系統 所以也是跟不太上現代戰機作戰的趨勢 這時有人會說了 那我們應該去升級幻象武器或是跟法國購買 流星飛彈與IR IST啊 先別急 要升級的不止這些 我們再來看看雷達的部分 幻象2500使用的是RDY脈衝多普勒雷達 這款雷達在多普勒雷達裡算是非常優秀的了 可同時掃描24個目標 以及計算出最具威脅的其中8個目標 當然現在戰機雷達的趨勢已經轉向於使用AESA雷達 也就是主動向控正位雷達 AESA究竟比多普勒雷達好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要先知道這兩款雷達 都是運用飛機本身跟敵人的速度差去過濾掉雜波 以來鎖定敵人 簡單來說就是你與敵人的接近率越大 你就越容易鎖定它 不過多普勒雷達有一個缺點 就是雷達發射的訊號較為單一 所以如果今天敵人運用多普勒雷達盲區規避 或是用你的雷達頻率電子干擾你 那你就很容易鎖定不了目標或是脫鎖 而AESA雷達則是由非常多小型發射 接收模組TRM組成的架構 這些TRM可以發射各個不相同的雷達訊號 雖然還是使用速度差去鎖定 不過你可以想像是有近百個小型雷達 在幫你一起鎖定目標 這時敵人就很難去規避了 除此之外AESA還很難被干擾 主要是電子干擾通常是使用目標的雷達頻率去進行干擾 而AESA擁有上百個不同頻率的小型雷達 所以敵人也很難去干擾你 今天戰鬥機飛行員可以選擇用哪些TRM去鎖定敵機 用哪些TRM去反干擾敵軍的干擾 用圖可以說是非常廣泛 當然幻象並沒有這種雷達 所以在這方面已經有點趨於劣勢 畢竟解放軍現役戰機基本上都開始換裝AESA雷達了 升級幻象當然可以解決上述的問題 更換個AESA雷達並加裝流星飛彈 幻象再戰30年 但真的有這麼容易嗎? 其實剛剛並沒有說到幻象最大的問題 想必大家都知道 關於台灣幻象2000最大的問題 莫過於過高的操作維護成本了 幻象2000在台灣有個別稱 叫做法國貴族 它到底有多貴呢? 我們要知道台灣F16與IDF每小時的操作成本 分別是16以及25萬新台幣 幻象多少呢? 80萬新台幣 這個成本等同於每小時5架F16的操作成本 你說誇不誇張? 另外還有維修成本 每一架幻象2000一年的維修成本也高達1400萬元 不過當然這麼多的錢換來的成果也是不負眾望 台灣幻象2500的妥善率高達6成 是高於世界上其他國家的 但這樣的成本我想大家都會覺得有點過於誇張 更不用說這架飛機的戰鬥效能逐漸落後 還要花這麼多錢 講到這邊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升級幻象不是個好辦法 搞不好升級後的那些新組件要花更多錢去維護 這樣只會本末導致 那這樣我們有什麼更好的辦法 可以同時解決成本並加強戰力呢? 這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重點 購買新戰機已絕後患 FA18有非常多個型號 其中的FA是Fighter與Attack的縮寫 意思是它同時具有對空以及對地的能力 目前CD型過於老舊,買來注意不大 而美軍最先進的FA18i沉默風產量又非常少 甚至連美軍自己也還沒開始大量使用 所以我覺得目前美軍現役的FA18EF 才是最有可能出售給台灣的戰鬥機 FA18EF又稱超級大黃蜂 是美國海軍現役的多功能作戰艦載機 E是單作型,F則是雙作型 FA18EF相較於之前的CD型加大了機體 換裝了推力更大的F414引擎 甚至還減少了10%的雷達反射面積 它不僅是艦載機,也可以作為陸地起降的飛機 像是瑞斯跟芬蘭都有購買美國的F18CD型 因此這並不是什麼大問題 接下來我們就來逐步分析超級大黃蜂到底適不適合台灣 以及究竟可不可以接替幻象的位置 首先我們先來看看台灣對戰機的需求是什麼 第一個是短長起降能力 端艙起降能力關乎跑道被部分摧毀時 戰機還能正常起降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而超級大黃蜂最短起飛距離約為450公尺 這個是幾乎等同於F16與幻象2000的 因此這邊算是符合需求 第二個很重要的是環境問題 如果今天戰鬥機買來台灣水土不服 那可能會導致後勤遇上很多麻煩 像是之前澳大利亞買的F35A就不太適應炎熱以及乾燥的環境 導致戰鬥機隱身塗層脫落 那就麻煩大了 而F18畢竟是艦載機 它必須常年在海上以及不同緯度的地方正常工作 所以在環境適應方面是絕對符合需求的 因此第二點也通過 第三點我們要來聊聊最重要的後勤問題 我們知道現在幻象2000會有這麼多的麻煩 是因為它是法系武器 法系武器是沒辦法跟美系武器共用裝備的 而如果今天我們用F18來代替幻象 就可以共同使用每次的魚叉 AIM-9X、AIM-120D以及J-DAM等等 這個對後勤來說是個好消息 另外還有一開始所說的戰機成本 超級大黃蜂的每小時操作成本約為30萬台幣左右 這跟幻象的80萬比真的還是便宜得非常多 因此成本問題也可以不用在意 不過有兩個問題是值得我們去注意的 首先是機堡問題 如果我們買了新戰機是不是就要造新機堡了 這個恐怕是需要的 雖然超級大黃蜂機翼是可以收折 高度也比幻象2000矮 不過依長度來看的話 超級大黃蜂還是略長於幻象2000的 關於機堡部分 希望有專業的人士可以幫我們科普一下 不知道以現在台灣幻象的機堡裝得下超級大黃蜂嗎? 另外還有引擎問題 F414這顆引擎是台灣完全沒碰過的一顆引擎 這可能會造成剛開始的維修與保養的困難 不過還記得我上一集所說的國造ADF嗎? ADF目標使用的引擎就是這顆F414 這也許是個很好的機會讓我們去好好的研究 並有能力去生產它 最後我們來聊聊作戰能力的部分 超級大黃蜂要取代幻象 作戰能力肯定得高效 且必須高於前者 當然事實上的確超級大黃蜂的作戰能力 是絕對遠超於幻象2500的 首先光雷達就已經換成ANAPG-79AESA雷達 這也彌補了我剛才所說的雷達跟不上時代的問題 而引擎與機體的改良也讓超級大黃蜂的作戰半徑 與滯空時階得以加大加長 足以發揮空優機的優勢 另外武器的部分也解決了幻象沒有對地功能的問題 可以使戰機的戰鬥能力發揮得更加有彈性 而掛載的部分也從雲母飛彈與魔法二型 變成AIM-120D與AIM-9X AIM-120D是美軍前幾先進的中程空對空飛彈 165公里的射程跟加大的不可逃逸區都遠超雲母 而AIM-9X則可以搭配頭盔進行離軸發射 也是美軍非常先進的纏鬥飛彈 換裝這些武器絕對是戰力的一大提升 並且還可以有效的降低未來戰機的操作成本與維護成本 其實從整體來看 超級大黃蜂是完全可以取代幻象2500的位置 我還有看到很多朋友說希望可以爭取到EA-18G咆哮者 EA-18G咆哮者是電戰型的超級大黃蜂 可以有效的加強台灣電戰與電子反反制的能力 當然也是很好的選擇 不過現在的問題就是卡在最新一批的法系飛彈岩獸案 以及幻象戰機的後續處理 這可能又會讓購買新戰機的案子一拖再拖 當然我還是希望政府可以好好把握住這次機會 並竟真的機會難得